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能得到进步奖 景气的春宴是否真的来了 2010年的经济景气又将如何 台湾醒报邀请学者专家深入探讨景气问题 好 那么欢迎各位回到我们行报现场 那么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我们说一年字迹在一村 正好是春天的来临 我想我们有很多的东西 不管是要回顾或者前瞻 我们有很多东西 期待跟各位观众做一些分享 那么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数字 那么这个我知道我们中华民国 有所谓的景气对号的一个讯息 那么这个用灯号来表示 那我们都知道之前有连续的好几个月的蓝灯 甚至年初的时候 后来呈现了黄蓝灯 然后在突然之间10月份变成了绿灯 而且就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后 马上变成了黄红灯 我相信所有的民众也都知道 那么这样的一个讯息好像告诉了大家 我们整个景气回春了 我们的股市也看到也回到了所谓的8000多点 但是实际上还是在有些民众 或者甚至国际情势上 好像听到还多多少少有些隐忧 到底我们的内涵如何 我想我们今天请几位专家学者 那么跟各位做一些分享 那么我想我这里要请到 我首先介绍一下 在我左边这位是我们环球经济社的社长 林建三 林先生 社长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 好 再来我请到中间这位 是我们实践大学财经所的这个讲座教授 我们的资深的这个张教授 张春雄教授 张教授你好 内教授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再来呢 我想我这个要介绍我们这个 国内最非常知名的这个立法委员 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敬仰的这个 丁守中丁委员 丁委员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那么我想我们今天起到了三个 所谓的我们认为是很重要 也很大咖 来问我们这个重要的这个联春的分享 我想希望能够跟这个民众呢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回顾 以及前瞻 这个我刚才就谈到了一个讯号的这个这个指标 当然还不止如此 我们都知道甚至那个我们中央大学所做的所谓的这个 民众信心的这个恢复 甚至呢我们股市的这个这个上工到八千多点 这里我是不是能先请教我们这个丁委员 因为丁委员您在这个不管我想国家的政策 或者这个可能国家的方向 我想你一定多有关心 您是不是能帮我分析大概这些数字 你所看到的以及你自己了解的这个有没有一些出路 或者好像就是这么好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政府的这些相关的这些数据资料里面显示 大概我们这个今年的这个经济成长 大概都在4%这个左右 那么国际一些相关的专业机构给我们的评估 大概是二点几这种情形 那我们也看到大量的资金的回流 因为去年我们在立法院通过了一证税降低到10% 那个直接有着躲在国外的这个资金 现在都都回来了 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去年三月的时候我在巴黎岛参加世界台商会 那很多这些世界台商会 这些这个各州的这些会长 这给我们一直谢谢我们这些立法委员 他说他们的资金呢去年一月进来 三月都已经赚了百分之二三十了 那在去年的这个情形 那当资金回流 然后再加上这个外资也这个进来 两岸之间有一些这个热潮的一些题材 大陆的一些这个访问团到台湾来 说加强采购 也塑造一种这样子的印象 那感觉到好像紧去这个回春了 那当然ACFAR马上又要签订 MOU已经签了 大家都有这种预期的这种心理 那当然这种预期的心理就会带动信心 带动这个部分的这个消费 但是我们又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也发现许多民众 他基本的这个就业 似乎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们也接到这个到处找我们介绍工作的 还是一样在 那我们也看到 你要讲说台湾产业有什么新的一些题材 那好像在台湾的这个投资 也没有增加 甚至衰退的这个状况 还是相当的这个严峻 那很多自己当到台湾来以后 就走到股市房市里面去了 这个房市看到这个 有些这个豪宅炒的价钱 那个非常的高 那么这个股票市场冲到八千多点 有这样子的现象 可是我觉得基本有一些问题 还是我们要面对的 政府还是要戒胜恐惧 尤其我们也看到 有一些这个潜在的这个危机 你可以看到一个美牛案 美国牛肉进口都可以炒成这个样子 被民进党操作成这个样子 让国民党在这个 这个县市场的选举里面付出惨痛的代价 那ECFA这个还涉及到政治 涉及到意识形态 涉及到统突的 恐怕如果不充分的沟通 不充分的宣导 然后这个可能产业的冲击啊 不做好一些防卫的这个机制的话 可能问题也会更大 这一点我们也要提醒政府注意 是好我们谢谢丁委员 而且丁委也很快的把我们这一年的回顾 大部分的重要的东西都回顾完了 从这个经济的成长股市 甚至失业投资 甚至讲到我们的这个ECFA MO 我们都觉得这么重要的议题 一次把它谈完了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细节 包括刚才委员点出的 还有一些我们可能朝野将来 还要努力的方向 包括政策的这个方向 我想一些这个隐忧 我们慢慢会让民众呢 做一些分享 不过我这里想 竟然这个经济社的社长在这里 那对这个我们台湾的整个经济 我想一些数据的研究 因为刚才这个丁委员谈到了这个 没有错 台湾的这个整个好像景气是不错 那么不管是从录制啊 录客或者是我们的一些 这个开放的这个指标 让我们好像活络这个景象 可是谈到了失业 也谈到了投资 我不知道这个 我们社长您怎么看 我们台湾现在 现在这个状况所 呈现的数字很好看 到底内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隐忧 我想这个今天会在11月份的时候 发布的黄红灯的时候 其实他也有很多保留的这个意见 最主要就是讲 他是从技术上讲说这个是基础 因为计算机器 因为去年同一个时间 所以这个基础太低了 所以这才呢 你如果把这个机器的差额扣除掉 其实是没有那么好的 其实没有那么好 第二点呢就是说 在这里面呢 我们常常在谈这个股票市场的时候 有所谓资金行情的 实际上这个今天的这个景气 也比较像资金的景气 在资金面呢 因为我们这个钱太多了 所以你在我们那个景气信号里面呢 这个象征经济的这个指标 我们讲真实经济跟象征经济 就是说真实经济的这个指标 其实是不好的 可是我们在象征经济的 就是有关钞票啦 这些资金的流动这些交易啦 这些呢看起来是比较好 所以就一下子就是暴升起来 那如果说我们回到这个 比较实质的这个角度啊 你就看了 其实这个整个这个情势呢 其实是蛮还是蛮严峻的 我们最大的这个就是 一个投资 一个消费 然后一个贸易 我们整个GDP呢 就是65%以上是靠贸易嘛 我们贸易呢 在这个去年2009年呢 整个这个负的这个成长啊 超过了26的样子啊 那这个我们的外销的订单呢 也负的18% 这个都是在贸易上面的不是很好 那消费的这个部分呢 也是负的超过25% 那这个投资的这个部分 桥外的这个投资呢 外国人来台湾投资呢 就减得特别厉害 就减了46%的样子 国内自己本身的这个投资呢 也是减少了37% 那么基本上我们大概就说 一个经济的景气 你一定要看它的动力在哪里 如果从这个动力说 这些都是我们在未来 判断未来这个景气变动的这样子 所以上您先看到的 您刚刚讲到一个重要的是 现在有资金行情 好像听起来就讲的动力 资金变成是一个 好像现在推动景气 好像回春的一个动力啊 所以你再看看 变成在我们资本市场啊 大概看起来很活络吧 也许说这个房地产呢 可是实际上你在平静看啊 我们那个房地产的这个 不管从它的这个 营件的这个数量 或者是这个实际上发造的数量 并不是那么好 那么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这个我们呢 这个可认一支配所得呢 减少了百分之二十 OK 可能呢